沙拉越即将迎来州选举 而中央政府也在今天 为沙州子民捎来好消息 到访沙州的副首相间 内政部部长拿德西梁莫扎西 今天就宣布 中央政府决定废除 所有沙拉越官方表格内的 其他种族栏目 其至起生效 这意味着沙州土著今后 可以列明本身的种族 而不再被称为其他种族 沙越首长丹斯利·阿德南上任以后 曾经多次要求中央政府 修改官方表格中 Line Line也就是其他种族栏目 以便平等地对待沙州所有子民 趁着沙州州选举即将开跑之际 副首相兼内政部部长阿姆扎西 今天在沙越出席项活动时 则是宣布 内阁在早前已经决定 废除所有沙越官方表格内的 其他种族栏目 让沙州土著可以填写各自的种族 而不会再被列为是其他种族 他已经指示国民登记局总监 和州登记局总监 跟进相关事项 Oleh karena saya juga di dalam negeri Kabinet telah meluluskan bahawa lain-lain nama di dalam kekenalan telah disahkan untuk digunakan mengikut cukup kaum yang telah diperkutukan bukan lain-lain lagi ini adalah terswaktu yang telah di minta oleh Ayah Sarawak 阿默扎西强调 这项决定将立刻生效 从今天起 沙澳越州的土著族群 将不会再被称为其他种族 阿默扎西说 他将会继续向首相 拿多斯里纳吉 传达沙州政府的要求 而中央政府将会关注 沙州政府的需求 确保中央和沙州政府的 合作关系更为密切 NTV7综合报道